那么在解决住房问题上 国际公认有两个国家可以说是标杆性的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新加坡 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呀 实际上他们对于住房政府调控的策略 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的 但是都解决得很成功 新加坡我们知道 新加坡是超过90%的住房拥有率 所有房子超过90% 而大多数的居民是住在政府建设的叫做祖屋中 德国正好相反 德国的房屋拥有率是多少呢 45%不到 在发达国家里是低的离谱的一个概念 那德国人他们为什么房屋住房所有率这么低呢 因为更多的人是住在叫做市场化的租房里面 而这个租金的市场又是由政府来干预并且控制的 所以我们看都是政府主导的模式 但是一方面是在租金市场上发力 另外一方面是在建房市场上发力 那两个地方可以说有一些经验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控制房地产发展成本 房地产整个金融化趋向的一个国家 是相当具有借鉴意义的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德国从2005年到2023年 这20年期间人均的收入增幅是多少呢 56% 租金的增幅是多少呢 不到27% 德国人的房子是越来越便宜了 而不是越来越贵了 那么这一点基本上在发达国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往往是住房的这个成本啊 超过工资的成本 这是我们在美国现在讨论的最严重的问题 很多美国的年轻一代现在开始搬回家 一起住了 因为房子实在是买不了 那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政府做的办法就是 住房短缺了 政府就要出资 要建设一部分的这个可租房 同时又对于低收入的人群 采取租金补贴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减轻他的租房压力 另外呢 在房地产交易环节 美国是鼓励房地产交易啊 德国恰恰是压制房地产交易 房地产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税收 流程积极的繁琐 就是要压制住房地产的金融属性 这是德国政府的做法 那么这个说德国的这个住房制度啊 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实际上就涉及到一段历史 二战之后 那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呢 德国的住房是非常短缺的 但是同时呢 二战之后整个德国的经济啊 特别是在东西啊 在这个这个啊 整个的这个经济不平衡的过程中啊 对这个这个住房的可支付性 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九十年代东西德合并 二零一五年之后 有很多难民进入德国 更是给德国的地产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就是由政府来发力 赶快来提高住房补贴 覆盖全人群 赶快重寝租金管控条例 不仅仅是对于租金本身有政府的支持 而且对于租金你每年可以涨多少 也有明确的标准啊 这是德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 这是一点 再来说新加坡 那新加坡是正好相反 新加坡是超过90%的人是有房的 但是呢大多数是住在这个政府租建的组屋之中 那么这个这个当然就新加坡 有它的一些特殊性了 比如说新加坡有相应的立法 是授予政府征地的权利 组屋的规划呀金融啊建设呀运营啊 完全都是由政府可以一手来说了算的 那么同时啊 新加坡有一个专门的类学住建部 这样的一个部门啊 根据居民申请的数量来配置 这个组屋的价格 真的是有一个中央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计算器啊 有多少人申请 根据可支付能力 来对组屋的价格来进行参考发布 那么同时根据居民的收入的中位数 不断调整组屋的价格 再加上财政补贴 这让新加坡的住房价格 也是非常的稳定 那么中国其实在历史上啊 也对于新加坡的住房模式有所借鉴 那比如中国的这个叫做公积金制度 实际上就借鉴了新加坡的这个公积金体系 但是呢这个新加坡的特点 当然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啊 它在后续的组屋建设中呢 继续进行的什么 就是赤字补贴 一系列的修正案 让政府的征地能力不断的加强 所以政府的这个土地获取成本 是长期低于市场的土地获取成本的 那么这呢 可以说是新加坡解决房地产价格 不断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政府的力量 其实比中国政府的力量还要大啊 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两种不同的体制 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原因 就是政府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这一点和很多我们非常崇拜市场经济啊 这个市场化发展的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可能是正好相反 怎么看待新加坡模式和德国模式 谢谢李奇博士介绍了这两种模式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之前的这样一个 关于山龙前辉的这个市场性的 决定性的作用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点犹疑 我甚至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后来又在想 我说是不是真的要写上一个市场性 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随着这个管理的能力 越来越提升 越来越智能化 真的市场未必一定是决定性的力量 那你刚才讲的 这个无论是新加坡的模式 还是德国的模式 都恰恰相反 不是一定决定性的这种作用 那我回过来讲房地产 之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 来介绍美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情况 美国的房地产的情况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比中国的房地产的交易 要复杂很多 没有那么单薄 它没有那么单薄的好处就在于 要炒作房地产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而中国过去的整个房地产 它从一个没有房地产的国家 变成一个非常有房地产的国家 它就变成了一个 有一个巨大本身的财富 巨量增长的一个可能性 美国就叫中产阶级搞房地产 这个有钱阶级炒股票 它反正钱多输一点没关系 中产阶级不行 我只能一点点薪水 我只能每个月省钱 它建立这个房子 它是有一定的保证体系 哪怕是一个失败的体系 也比中国要丰富很多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它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有了新加坡的模式 有了德国的模式 有了美国的经济教训 有了多伦多的这种经济教训 虽然这些经济 你刚才讲的也未必是那么成功 但是至少比中国好 所以我相信中国的第三阶段的整个房地产 具体正在我先不过去评价它 它会非常复杂 它的这种非常复杂 就增加了很多的一个缓程空间 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 我认为无论是西方媒体 还是中国人自己 把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夸大了 虽然在短期来讲 它会给很多房业造成一种压力 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讲 我拥有房子的人 没有像过去那么有财富 那么它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它会在未来进行消化 你不相信五年或者是十年 中国的整个房地产 跟今天在来相比的时候 会非常丰富 也会非常有趣 也会比较合理 它会比美国 可能更有利于解决 美国现在的这种 以前码不起房子 穷人码不起房子 一个新移民码不起房子的这种困境 可能在中国的模式里会得到解决 因为有了德国的一些模式 有了新加坡的一个模式 这是中国的这个决策体系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经由它原来体制的特征和意识形态 然后有这些干部官员和学生 它全世界都得跑 我们跑的时候 我最开始是笑话他们 他们跑到这个地方 关心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结果就使中国的这些年的发展 为什么是那么的很多 感觉很好 包括城市街上 我没有去过啊 我听他们这么描述啊 就是因为它学习的结果 所以中国是一个学习全世界的房地产的一个结果 再加上今天中国的现实的结果的一个形态 所以第三阶段的房地产 就是现在正要进行的 以三年成为为标志吧 好 以上就是本期四项 最近报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 有关于中国房地产政策 未来呢 我们会介绍跟三中全会相关的更多政策的相关的具体事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 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 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 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东西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六度 人工智能语音课隆技术 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 六度人工智能语音课隆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 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课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 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 无国界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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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